根據一項由國際法院17名法官達成的不記名裁決 一處古代高棉印度教寺廟所在的高地全部屬於柬埔寨 法院院長彼得·托姆卡法官週一在海牙宣讀裁決時 提到了該法院1962年對這個問題的裁決 當時的裁決判定有900年歷史的柏威夏寺屬於柬埔寨 裁決雖然對爭議邊境有所調整 但是寺廟周邊4.6平方公里土地的主權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 這項裁決的時間對兩國的政治領導人來說都很敏感 兩國領導人都面臨大街上對他們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抗議 在兩國的首都都存在該寺廟的裁決可能被反對運動利用的擔憂 星期一的裁決否認了每一方對該地區的一部分主權宣示 所以該裁決並不是某一方的絕對勝利 在裁決宣布之前在爭議邊境的兩側都有自稱是愛國者的群體警告說 如果裁決不符合他們的利益或者他們收到了邊境另一側的挑釁 他們將進行鬥爭 裁決宣布之後 泰國總理英拉西納瓦說 曼谷將會和金邊合作解決存在的問題 我的政府已經下令安全部隊維護和平和我們的主權 並且確保在邊境區域生活的人們的安全和保持鎮靜 柬埔寨外交大臣赫南紅在海牙對裁決表示滿意 判決足夠好了 現在我們兩國政府需要繼續協商以確保這個問題得到控制 在2011年 當時尚未解決的領土問題 曾導致泰國和柬埔寨兩軍交火 造成數十人死亡 請稍稍從訓訴 歐洲 10う 10 11 11 11 12 11